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十秒内没按掉闹钟 小命就差点不保 就连上个厕所都得撬锁和破译密码 并且密码还是每分钟实施更新的 就在刚刚 男主梦到六美被人绑架陷入危险之中 他痛恨自己没有实力保护心爱之人 幸好这只是一个梦 可下床时他不小心踩到了哥利亚 于是下一秒他就被狠狠咬了一口 原来六美怕男主被凶一郎偷袭 所以才请哥利亚来看守 随后男主找到二人 希望对方能让自己迅速变强 之前他光是让六美远离危险 就已经竭尽全力 并且一个没处理好连自己都会死 他想为了六美而变强 可二任却说男主是在强人所难 虽然自己体型不大 但拥有和气道和柔术的才能 从三岁开始训练 六岁初次进行任务 换句话说 即使拥有叶英家的才能 也要花费三年时间 普通人类的话就需要更多时间 这个世界还没简单到 仅凭心意就能克服困难 话虽如此 二任还是决定帮男主一把 在进行叶英式的正式训练之前 二任要求男主住在宅邸一个月 期间还是正常生活就好 但还没等男主高兴 下一秒他就差点掉入陷阱当场去世 原来这座宅邸到处都设置了 训练间谍用的陷阱 可以说在叶英家生活 本身就是训练的一部分 要是连这点考验 他都不能轻松命负的话 那正式训练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等到了第二天 闹钟响了半天 男主都不想起床 结果只过了十秒钟 男主就被爆炸轰出了房间 下一秒他又触发了走廊的陷阱 喷射而出的火焰让男主狼狈不堪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早餐时间 六美不由的有些担心男主 闲五看热闹不嫌事大 询问要不要提前准备一下葬礼 这座房子的陷阱不会对六美发动 如果男主也能被房子认可的话 陷阱也不会再对他发动 房子的陷阱全部都有电脑统一管理 只要能克服所有的陷阱 被认定为叶英家议员的话 就能自由开关陷阱了 普通人破开全部陷阱需要两年时间 可就在这时 男主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痛 原来除了六美吃的食物以外 其余的食物里面都加了少量的毒药 这是为了训练身体的抗毒耐心 最多会达到吃坏肚子的程度 男主想去上厕所 结果到门前他才发现 上面带着门锁和密码 并且密码还是每分钟实时更新的 六美想说些什么 大二任却将他拦了下来 就这样 男主地狱般的日常拉开了序幕 别人起床都是很轻松打爆闹钟 只有男主被炸弹炸起 不仅如此 想在冰箱里拿个饮料喝都要斗智斗勇 敏捷性 射击力 不抗性 就连洗澡打开水龙头都需要锻炼精密性 上学的时候同学发现男主表情很难看 询问他是不是静卵了 男主表示自己没事 就是身上穿的特质T恤有30公斤而已 这都是为了训练他的基础体力 虽然男主感觉每天都很累 但看到六美忙的都在桌子上睡着了 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果断去外面加练 时间转瞬即逝 男主现在已经能通关陷阱一路来到客厅了 在星三的训练下 他已经能用枪打中远处的遥控器开启电射 寺院和星三都感受到了 男主成长的速度飞快很不寻常 这都是他不分日夜努力的结果 男主没有丝毫懈怠 他找到七二进行毒气训练 很快就过去了三个星期 男主已经能身穿50公斤的T恤通过楼梯和走廊了 但食物中的毒素他还是无法抵御 并且在此期间厕所的门还是完全打不开 险无起身打算帮男主一把 结果他发现男主近一脸虚弱倒在地上 七二检查过后发现他是因过劳而引起的发烧 只要静养一阵子就能恢复 二任让男主好好休息 可男主却要坚持把剩下的一星期挺过去 二任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异常的成果背后一定有异常的手段 先由寺院收集数据分析 接着是星三的实战 受伤后的治疗和不眠不休用的猛药处方是七二的医术 最后为了隐藏伤痕用了弦武的伪装技术 二任没想到七恶竟然也会出手帮忙这种自杀行为 男主起身让他不要怪大家 这都是他硬要请大家帮忙的结果 他想尽早成为能够保护六美的男人 二任告诉男主 连自己都无法珍惜的人才没办法珍惜别人 你这么想保护六美的话 就要知道忍耐不走捷径也是训练的一会儿 说吧二任便把一本关于暗号解读的书扔给男主 让他康复之前先看这个 二任离开后 他发现天真的人是自己 一般像这样逼自己的人精神上 一定会比身体先到达极限 支撑着男主的并不是才能获着努力 而是接近疯狂的对六美的爱 搞不好男主是比他想的 还更适合守护六美的人也说不定 在男主的苦心钻研下 他终于成功打开了厕所的大门 男主的戒指突然亮起 这意味着房子认可他是叶英家的一员了 从现在开始 二任将把男主视为叶英家的一员狠狠锻炼 星三为他准备了100公斤的T恤 寺院则是把陷阱的难度 从普通变更为了超困难 さああんたたち ビシバシ行くよ